我们现在在去投顿的路上 这边有一座桥很漂亮 我们走的是秦圣市社秦阴县这边 这边风景很不错 路上很多这种红树林 空气特别特别好 而且路很好 基本上也不堵车 非常的舒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面积非常大 这里也号称是胡志平市的绿沸 这条路上这种三角梅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开的这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艳 朋友们大家很难想象啊 在越南胡志平市 有这么空旷的路啊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呢 基本上是车非常非常的少 路非常空 这个摩托车也能全速往前跑 我们这个路线呢是 要百度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渡轮上了 渡轮从这个秦圣市社到头顿差不多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从秦圣市社出发 往头顿去 我们下了渡轮之后呢 头顿那边天都黑了 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 头顿这个岛啊转一圈 找个住宿的地方 找个酒店 晚上头顿的夜景非常漂亮 非常美啊 我刚刚带老婆吃了 随便吃了点东西 然后现在在头顿随便逛过 现在是晚上的夜市 它这种海鲜呢是 带加工的 你也可以在这吃 也可以打包带走 带到酒店去吃 晚上的街市非常热闹啊 现在已经晚上的八点钟了 我跟那海鲜都非常新鲜 这里的海鲜性价比很高啊 价格很便宜 然后面就是它加工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在这边买了海鲜以后 这边厨房给简单加工 这里是加工好的海鲜在卖 这里是头顿夜晚的海边 这边停了好多船 我们刚刚吃了早饭 在酒店房间里准备一下等会退房 然后找几个景点带老婆逛逛 我们住这个酒店呢 是比较老的一个四星期酒店 这个设施相对来说比较老 但是昨天我们没有来到图顿 就是看到这个酒店就进来了 也没有特意的预定 特意找 这个酒店就不错 昨天我们没看到 我们这个 这边上就是海边 这个位置就是海边了 昨天我们到这儿一搜索 这里有酒店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今天带老婆在头顿转了一圈 环瑞岛转一圈 市里面转着 基本上也没去哪个景点区 就是船着骑摩托带他转 然后现在逛逛的累了呢 我们就在海边找一个咖啡厅 来喝个咖啡休息一下 这边风景非常非常好 风吹得特别舒服 在头顿渡轮码头看到一个摩托车队 每辆摩托 这是西方人为主导的一个摩托车队 这一辆车很漂亮 1800cc 这是我这么多次走头顿渡轮 遇到豪车最多的一次了 好 现在渡轮已经开动了 半个小时以后就能到胡志明了 那是属于胡志明 叫秦胜市社的地方 然后再骑回去 这一个同事说这里 这个秦胜市镇的芒果 它是有一种榴莲味 吃起来特别好吃 然后这边有卖芒果的 我就买了这样 这个老板娘特别好 就买了芒果 然后报纸我一个一个包好 我想买了四公斤的芒果 十二万一个南盾 三万一公斤 那这个芒果说是品质非常好 这大的都被我挑去了 这生的小的了 这是一个咖啡店 装修的也很漂亮 这里的芒果确实是很好喝 味道特别香醇 好 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 祝您生活一块 我们继续回到胡志明 拜拜 公布外卖 满足您的家香味